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化妆师说 我说把支撑刀吃得好看点 支撑说 哥哥 这多少有点杯水车心了吧 打我这么好开了 我今年34了 35在山东就是一个坎 因为过了35就没法考公务员了 年轻时候想着35岁财富自由 现在35怕企业裁员 我看透过学大会5已经到5.2了 不知道效果文化还能不能称到我35 而且这个年纪开始长小肚子了 我觉得长小肚子是因为长期受重力的原因 我就开始练倒立 就指望把这些肉留回胸上 然后人显得也挺拔一点 但这两天发现脸越来越大了 回想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真是意气风发 就找大公司面试 面试人坐在一块儿就聊 说我普林斯顿大学的 你呢 我说我山东科技大学的 他说没听说过 我说没事 我也没听说过普林斯顿大学 你这在国外算几本啊 他说 我们学校是美国长津腾 我说我们学校还中国爬山虎呢 旁边还有个纽约大学的 我说我懂 就相当于济南大学呗 你一个地级是大学 我们山科都是省级院校 山东科大对标麻省理工 还有个莱斯大学的一张嘴就是 我们莱斯大学是美国德州 我说德州学院呗 最后还是录取我了 因为最重要的面试提问 你对劳动仲裁怎么看 我说什么是劳动仲裁啊 太少了 赢了 在大公司干了几年卷不动了 我就去了个创业公司 上边以后就发现 这个公司除了我 全是老板的亲戚 老板说把我当家里人 就是实话 因为其他人不用当 就是 他们还嫌另一件群麻烦 直接把我拉到了他们的家庭群 全名改成了 相亲相爱一家人和孟川 整个公司都不用按资排备 就是按背排备 公司吵架十分混乱 怎么跟我说话 你是不是不把我这个王总当二舅 我学死这种客公司 没有上升空间吧 就摆烂 老板还安慰我 说虽然我们是家族企业 但也不是任人为亲的 或者 你要是真不放心 你娶了我四姨吧 我这小白脸当时就红了 不过我还是拒绝了 这又不是职场 四姨服干好了 也不能生三姨服 我去那个公司第一次团建 就是给老板他爸过生日 我一分钱还没挣呢 先随了二百 但人家还挺体质 知道我没钱 说从工资里边直接扣 老板招我这么个员工 真的是给家人们磨福利了 而且我们公司的会计 是老板的老婆 所以老板完全没法藏私房钱 我说老板我想涨工资 涨一千块钱 老板说行 给你涨一千五 但是你要烦我五百 我说那你 你录音 要不然我没法给我媳妇解释 然后你录的时候 就说我反了你一千 我们老板在别墅吃回口 员工餐缩水得很严重 唯一的一点荤菜 是辣子鸡 准确地说是辣子鸡架 鸡架捞出来 可以直接当标本 有一天看见肉了 我还说老板 你这是昨天没啃干净啊 后来人心涣散 老板又带我们去寺庙 帮公司许愿 还叮嘱我们 说不能花公司的钱 许自己的愿 然后公司经营就越来越差了 我也没想到许愿管用了 然后发不起工资了嘛 因为仅有的不动产 就是老板的脑子 基本也没动过 老板就拿办公用品抵工资 我在济南的家里边 到现在还放着一个前台 因为有用的都让其他亲戚分走了 有后台的分有用的 没后台的分前台 我们家很大 大的能放下一个前台 我们家又很小 小的只能放下一个前台 老板还跟我说 说这个前台就是留给你的 这东西好卖 但你别忘了 卖出去的时候 烦我五百块钱 谢谢大家 我是梦川 谢谢孟川 三 二 一 请出票 孟川其实太炸了 厉害啊 厉害 冠军了 我是梦川 比赛淘汰真的太残酷了 但私底下都是特别好的朋友 去年双胞胎想演话剧 我还给人家出主意 让人家演真假美猴王 其实每年比赛完了 我们都会受到好多的私信 有个网友跟我说 川哥 我特别想看你的演出 但是我这个地方 交通特别不方便 没通高铁 所以你可以修一条高铁吗 而且还有好些需要我转达 比如说 你可以让杨丽多休息吗 你可以让李丹少喝酒吗 你可以让庞博离了婚娶我吗 我搞不懂 为什么让人家结了婚的离婚 效果这不那么多现成的吗 而且甚至有了谣言 前两天有粉丝发 说看见我和我老婆在沈阳机场 传着传着 就成了看见了我和我沈阳的老婆 后面更离谱 传着传着 成了看见了我和小沈阳的老婆 我都怀疑这个网友有什么目的 是不是想让我离了婚娶她 其实有些谣言传着传着就会变成了迷信 比如说有个地方说 孕妇是不能参加别人的婚礼的 因为孕妇带小人 所以我一个哥们 他未婚先育的妻子 没法参加自己的婚礼 我们就看着新娘在台上 跟四姨交换戒指 一个外地的同学还说 你们老家是开放包容 还有个朋友在问新娘 说你在干嘛呢 新娘说 在等老公结完婚回家 我们那的习俗是 新娘在上婚车之前 脚不能落地 你们也看见我这个体格了 肯定抱不动我媳妇 多亏了我一个哥们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她从她的车后备箱里边 推出来一辆轮椅 我推着我媳妇 经过小区门口 邻居还说呢 小股仗长得真挺好看 要不是贪了 也不至于找这么个老公吧 但我平时真的特别喜欢 看那些谣言和八卦 爆料的人有时候 还用那些人名的缩写 但是脱口秀圈就没必要了吧 一共就这么点演员 你但凡上过小学会拼音 你就知道 YYYY拼出来是演一演乐 我的缩写是MC 如果在沈阳机场那个事 用的是缩写 我觉得一帮rap能帮我顶包 而且我在效果的人员 真的挺好的 因为平时他们喝多了 都是我送他们回家 他们也不敢对我不好 因为他们喝多了 说的话我都记得呢 本来也不这样 有一次我送诚哥回家 第二天他就问我 说川 昨天我说什么了吗 我就想 这领导点我呢 等他以后就开始记 有时候他说太多 我都记不下来 我就直接打开 那个手机录音机 第二天发给他 整理好的随意记录 现在他们对我 越来越好了 我之所以能清醒 是因为我确实不能多喝 上次喝酒 有几个朋友就拦着我 不让我喝 我说那新认识的朋友 不值得多喝一杯吗 他们说值得呀 但这也不是咱们那一桌呀 他们就怕我喝多了 在人家桌上 跟人家掏心掏肺 但是酒桌上 真的特别特别适合谣言 没酒加谣嘛 我觉得 谣言的顶峰 就是CP文 去年我写了个CP文 有人出高价 让我把这对CP写到结婚 说实话 那个价格让我心动了 去年还想 这什么脏东西 现在这就是人民的艺术 甚至想一直写 就写成黄昏恋 我觉得谣言之所以传播 就因为符合人心里的想象 你们想想 三十年以后的 徐志胜和何广之 徐志胜徐娘半老 头发凸到了 只剩下了刘海 风轻轻一吹 白色的头发 绽放成了一朵蒲公英 广之看着他 想起了蒲公英的约定 广之颤颤巍巍的用手 把伞了的头发 重新捋成一捋 对志胜说 志胜 夕阳红都没有你的脸红 是不是听谣言可快乐了 但是还是希望 大家在生活中 不信邀不传邀 如果你们实在忍不住的话 记得给我发微博私信 谢谢大家 我是孟川 大家好 我是孟川 很开心回主场作战 去年一年 一直在忙孩子上学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 没有上海户口嘛 上海有个政策 有极策大学 考上研究生 是可以落户的 然后子女随签 也能跟着落户 所以最近 我一直在催我爸考研 那他说 你就努力一年 年底你就能上岸了 我爸说 儿子呀 回头是岸呀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说没了呀 你这岁水 没法考公务员了呀 你这就是黑发 不知情学嫂 我爸说 那你去考呀 考公务员还稳定 我说考公务员 是为了稳定嘛 考公务员不是为了 为人民服务嘛 我爸说 对 到了面试的时候 你就这么说 我说我真没法考 我得多挣钱 我要是当了公务员 还多挣钱 你害怕不 确实得多挣钱 我们公司附近的幼儿园 一年二十万 但是还是觉得 孩子在公司附近 上学方便嘛 于是就换了一个思路 现在天天劝公司 搬到一个偏僻点的地方 考虑一下郊区周围 公司好像没听清 搬到了郊州 其实上私立小学 咬咬牙也行 主要是怕 孩子在上海念完高中 回山东高考 别的山东小孩 高考的时候 都想方式法往外走 只有我闺女 一个人默默地逆行 她拿着我 买给她的 回济南的高铁票 说爸爸 这难道就是乡愁吧 我只能爱慰她 这就是考验 你是不是有真本事了 闺女说 爸爸 我有没有真本事 不知道 但是你是真没本事啊 我说那还不怪 你爷爷也没考上岩 为了不回山东高考呢 我决定提前在上海看看房子 虽然都买不起嘛 但是我们公司最会省钱的王建国 就给我出主意 川哥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兄宅啊 真的去看了 打车过去以后 一眼就认出了中介 身份特征太明显了 穿着西装革履的 没有挂公牌 挂了一个八卦镜 我说那么凶的嘛 你这有点迷信了吧 他说哥 我干这一行之前 可一点也不迷信 然后那个小伙子 尽心尽力给我介绍房源 说这个房源 跟这个小区 其他同类房源相比 有个优点 就是他夏天 基本上不用开空调 他说我再给你 普及个知识点 就是心理上的梁啊 它不伤身体 我就给他砍价嘛 我说你这个房子 公摊有点多吧 他说哥 这可对你有利 你看这么大块公摊 都是逃生通道 当天带我看了七八套凶宅 每到一个凶宅 就给我讲一桩凶杀案 我觉得还是有点贵 我问他 还有没有更凶一点的了 凶宅真的便宜很多 普遍的要便宜一百多万嘛 我最后看那个便宜二百多万 我说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啊 他说这个送走过两任房东 你有兴趣成为第三任吗 我说那我肯定好好考虑一下 虽然我不迷信 但住这个房子里的人 太容易挂了 我们家里人 还有人考研呢 谢谢大家 我孟川 我吃了 我说你想我吧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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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川哥 这个感觉回到山洞主场 你讲的这些观众朋友们都好喜欢 对 大家对凶宅很了解 为什么 还有高考考研 都能听进去 孩子上学 那凶宅是不是编的还是真的呀 真去看了 真去看了 我再给我推荐的 那他是真的凶宅吗 对 因为上海其实是有个网站专门卖这个东西 凶宅 对 就是便宜 我会觉得我又不信那个 就无所谓了 大家好 我是孟川 今天的节目来了好多新人 我作为一个前辈 我的策略就是苟且投生 对他们都客客气气的 我跟他们说 以后叫我小梦就行 因为今年说不定谁就火了 这就是在苟一个希望 这就是苟在天使轮 其实说真的已经挺知足了 因为去年的节目 已经让我收获了一些粉丝 甚至有一会演出完了 还有一个粉丝找我要签名 我就正给他签着呢 他说 哥 你最近忙吗 我说 不是很忙 他说 你不忙练练字呗 节目播出之后 好多以前互相讨厌的 善了好友的人 又重新加我微信 有的人就在微信 那个好友验证里说 说找你有事 我说 有事你就在 好友验证里说呗 还有的人加上我以后 他就跟我说 他说 你怎么把我删了 他的重点是删了 我的重点是怎么 于是我就打开了 一个手机录屏 一步一步给他演示 怎么把他删呢 再想发给他 就发现找不着人了 我还会跟我媳妇聊天 我说 你看现在 我也有一些粉丝了 我也算半只脚 踏入娱乐圈了 假如哪一天 我真的遇到潜规则 应该怎么办啊 我媳妇说 那你可别跟人家要太多 他说咱们都是山东人 实实在在的 这种事 讲究的就是薄利多消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 脱口秀大会一轮游浪 反正你还可以上一个 杂志节目 今年我也来笑话上边了 来到公司以后 他们就给我办了一个主打秀 我特别怕那个卖票的压力 我就去找我们的工作人员问 工作人员就跟我说 说你知道咱们公司的票物 现在有好多黄牛是吧 我说知道啊 他说你这场 说不定能好好坑他们一把 平时黄牛宰客 今天咱们宰黄牛 你就是效果的刨丁计划 演出那天 我快到点了才来剧场 门口围的水泻不通的 全都是焦急的黄牛 100%的票 生生被炒到了80 谁能想到 因为我牛市变成熊市了 一个大哥还问我 说要票不 要票不 我说你看 我跟票上这个人长得像吗 他说啊 你还整往这样就能混进去啊 他就劝我 他说你还是得买票 逃票是不道德的 我说那你当黄牛道德吗 大哥生气了 说这不今天就遭报应了吗 我都在想 我都在想 今年的节目上会不会又多了一批骂我的人 他们刷起弹幕 几只梦穿从黄牛做起 而且那场演出真的太奇怪了 平时我跟观众互动我都会问 今天多少是买黄牛票的 我那场问的是 今天多少是卖黄牛票的 我还问了前排的大哥 我说大哥 你今天怎么想到来看我们的脱口秀呢 大哥说我完全没想到啊 我说那大哥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大哥说不是 我们一个牛群 有那么一个瞬间 我都开始同情黄牛了 哇 押了那么多票 黄牛也上有老下有小的 那天都来到了演出现场 那天的演出效果真的挺一般 但是我也知道 有的人笑不出来 只是因为心里苦 而且我觉得真的 虽然黄牛很惨 但是我还挺讨厌黄牛的 因为我觉得因为黄牛 世界上又多了一个 可以用钱打破的公平 而且好多人在 有能力不公平的时候 都不会体面地选择公平 所以我觉得 还是希望大家去拒绝黄牛 口号我都想好了 拒绝黄 拒绝牛 拒绝黄牛 我今年刚入职了效果文化 我也结婚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公司的指标 是积分啊 还是游后啊 企业文化很凶俭 太难了 太难了 我是个山东人 我的老家是山东张秋的 然后打小 我就想 我以后一定要去大城市工作 去济南 我努力了三十年 终于在前年 张秋被划成了济南的一个区 我们村以前还挺穷的 我爸当时买了村里第一辆摩托车 街坊就说 这车真好 这车真好 我爸说可不是吗 我这个车 加满了油 一次能跑八十几厘地 街坊说 那有什么缺点吗 我爸说缺点就是 最近的加油站一百多厘地 我在济南工作了三年 那个时候的工作就是做表格 每天早上十分钟 把数据往上一填 往下一拉 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我感觉我们这个行业最难的 就是要保守这个工作 过于轻松的秘密 而且真的也没有啥存在感 好像公司知道我存在的 只有发工资的会计 我就感觉我特别像一个卧底 如果我的上线老会计死了 就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 我开会的时候就发呆 盯着老板的头发走神 他的头发是那种中间秃 左边覆盖右边的一九分 而且后来头顶更加地破土而出 一九分就变成了零十分 他刚洗完头的时候 就头发蓬松着 悬浮在头皮上面 特别像一架过节天桥 而且开会出饭了 头发打柳 一低头 就会出现一个五仙谱 有一天我就路过老板的办公室 就看他坐在里边 可能因为太热了 他就把自己的头发掀了下来 还这样了一下 真的当时我被吓了一跳 因为我第一次 在同一个人的头上 一次看到了短发 光头和披肩发 我当时特别紧张 我说老板 成梁呢 我们老板脸一红 把头发又甩了回去 第二天 老板就把我的工位 调到了厕所旁边 后来有一个哥们 因为上厕所的时间太长 被开除了 全公司都在疯传 说我每天坐在那张表格上面 记录着每个人上厕所的时间 个别时候 我们老板还会跟我套近乎的 非让我坐他的车回家 说只收顺风车的费用 他开着车的时候就喜欢听郭德纲 听到开心处 还轻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我就只能转移他听乡声的注意力 我说老板 你周末忙吗 老板说 哎呦我忙死了 我忙着考科目二呢 吓得我一路只能不停地提醒他 我说老板你看路 看路 老板说 小梦啊 我告诉你 看着人说话才显得真诚 我最受不了的 就是我们老板真的太抠了 年底团建 别人的公司去饭店大吃大喝 我们公司团建 全体员工去山里壁谷 壁谷你们知道吧 就是被迫绝食 晚上勾火晚会 还要准备自己表演的节目 有俩哥们下午就打起来了 哇没办法 大家都饿成那个样了 那哥们在准备晚上的节目 报菜名 还有哥们就挺聪明 他临时改了表演内容 表演陈佩斯老师的吃面 然后以演技不好为由 真的要了一碗面 一段无食物表演 生生变成了有食物表演 彩排期间 我又看到了不该看到的 我们的老板 竟然在跟秘书偷吃 秘书吃盖饭 老板吃面条 具体什么面我也看不清了 因为被老板的披肩发遮住了 老板发现了我 一甩头发 面条糊了一脸 我赶紧就跑了 我说完了完了完了 这次工作要到厕所里边办公了 演出完之后 老板就给我们讲话 一个劲的打嗝 老板还圆场 说呀 我这人一醒着就打嗝 然后说这话的时候 他明显不敢看我 明显看出他不真诚 我真的生气了 我说你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谢谢大家 我是沐川 大家好 我是沐川 上节目还挺好的 上了节目还有广告拍 前两天有个广告找我 要派我举杠铃 我举了几下子 我说导演 不行了 我举不动了 不能再加片了 导演说 那你也不能只举个杆吧 路上也会被人认出来 前两天路上被人认出来了 有个哥们 说我特别喜欢你讲的那些 关于狗的端子 我是做兽医的 等我做大了 一定找你代言 我说哟 还遇到了养成系的客户 可以开了开了开了 然后加上微信一看 是做的殡葬业的兽医 怪不得你称叫一路风光 我甚至有了粉丝群 我爸也跟着粗热闹 说儿子 我能不能当你粉丝群的群主啊 这句话就透露出来 他在我的粉丝群里边 哇 这也太吓人了 我只能发动我的粉丝 帮我找爹 忙活了两个作型期 还剩下十几个嫌疑爹 只能一个一个问 两袖清风 两袖清风 你是我爸爸吗 对方说孟川 你这也太充分了吧 我真的可以是吗 而且有的粉丝你不帮忙就不帮忙就算了 偷偷把全名改成了小孟川找爸爸 我现在还经常会因为一些话被骂 我就感觉我明明没那个意思呀 就是一些人的国度解读 我感觉就像是狗能听见人听不见的声音 而且我被骂了之后 我的粉丝就想骂回去 我又在群里劝他们 我说 为了我不值得 没想到他们还挺劝的 我挺喜欢追星的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灌篮高手里的刘川峰 于是我就去跟我爸说 我说 爸 我想改名叫孟川峰了 我爸说 你好短短怎么就疯了 我没追星更严重 我给他的零花钱 他都花给他家哥哥了 这就是以哥养哥 我老问他 我说 你家哥哥也挣不老手了 啥时候往家里寄点钱呀 他买了好多他家哥哥的专辑 我说 哎 没想到啊 他一个爱豆还有那么多作品呢 他说 你怎么说话呢 我家哥哥好多作品 我家哥哥的颜值都是作品 我说 你家哥哥的颜值 不是整容大夫的作品吗 然后我就被请出了房间 看出来了明显的哥不如哥哥 而且我妹就整天拿着他的哥哥跟我说 说 看看 看看 这才叫男人 你不行 过了两天会拿水说 看看 看看 你家哥哥他疯了 我妹生气地说 你们男人都不行 我现在就坐在家里刷刷刷刷微博 我就会经常感叹 啊 我们男人又要不行了 真是 哪天男人又行了 家机无望高乃翁 我妹还找不说 喜欢他就当我交执商税了 我说 妹啊 执商税这个词不准确 你能看上他 就说明你这执商应该还没有到起正点 我觉得真的好多粉丝就是有立场没是非 我问我妹妹 我说 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某某某啊 她说 因为她是我哥哥的对家 我说 这还有对家呢 这是打麻将吗 那他们俩谁要胡了呀 他们追星是真动感情 哥哥PK对家输了 粉丝群群主让每个人发自己哭了的小视频 我就看见我妹妹对着手机哇哇地哭 我就觉得不是哥哥输了 是哥哥走了 我还劝我妹 想给你哥花点钱就花点吧 张茂深的感情是得随个份子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认识一个人叫一路风光 我觉得我妹那张脸现在就是娱乐圈的情侣表 看她的脸就知道 她最近又有哥哥塌房了 我就说 你家那么多哥哥塌房了 他们的拆迁款下来了吗 能在咱家寄点钱了吗 我妹妹就哭哭啼啼的说 哥别闹 我难受 我真的不想追星了 我不想再看见他们了 我说想见也不好见了 说不定就判个武器呢 谢谢大家 这么多 太猛了 太猛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们是吗 哇 没想到突围赛那么残酷 不过我感觉我也有些优势 搞喜剧嘛 最重要的是挖掘素材 我作为一个山东人 怎么可能不会来挖掘技术 就最近这几年 我的生活重心一直围绕着孩子 从我结婚以后 我爸妈就开始催生 各种暗示 后来 为了因为他们催生呢 就给他们买了条宠物狗 他们开始咸狗吵 咸狗有味道 一个多月以后我回家 我爸妈就指着我对狗说 拜拜 叫哥哥 而且呢 我妈有了狗还不知足 经常抱着那个狗 哎哟 你说说 这要是抱着孙子孙女该多好啊 我说正好呗 来 拜拜 叫爸爸 而且呢 后来开始备孕了 但是我爸不知道 我爸就直接跟我说 儿子 你是不是身体有点问题啊 我看电视上说 在咱这个地区啊 没两个男人就有一个不孕不育 而且我又不是 我说爸 我现在正在备孕 要接言接酒 每天跑两圈 要跑六个月 我爸说傻儿子 那你倒是努努力啊 你每天跑四圈 三个月不就行了 备完孕呢 我媳妇也准备好了 但是我有点拖延 直到看到了一篇文章 上面说 有95%以上的女性 生育完以后会忽略伴侣 我对自己说 那还等什么呢 开玩笑 开玩笑啊 我有时候也很爱我的媳妇 行的 有时候 然后现在好多时候 也都是我在家带闺女 什么东西都给她买好的 喝的就是蓝河绵羊奶 好 好 好 喜欢这个是吗 全羊乳配方 还有什么奶粉比她更好 我媳妇说 这绵羊奶挺好的 毛多 孩子长大了不秃头 我说那可拉倒吧 那喝骆驼奶的孩子 以后也不能驼背啊 现在其实带孩子 真的太难了 就是给小孩喂饭那个勺子 比娃儿勺大不了多少 一次喂半勺 一次喂半勺 然后喂第三口拿出来 她把勺子给你买上了 一顿饭吃起来是吞吞吐吐 并且有时候呢 还经常哭闹 然后网上说 只要你比孩子哭得更大声就好了 可问题就是 有时候她能止住哭 我止不住 而且孩子哭嘛 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就是我有个邻居 他养了只狗 然后也不拴绳 那个狗儿见着人就扑 所以我媳妇怀孕那段时间 我跟他出去散步 都是我先出去 把狗引开 我还挺生气的 有时候我就跟我媳妇抱怨 不知道谁养的这个狗 真没素质 这时候有个大哥 一米九多 闻着身光着膀子 带着大金链子说 我帮我妈养的 怎么着 我那个火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说 我这辈子 最敬重 孝敬父母的人了 之前那只狗 还到处大小便 邻居们的意见都很大 但是都敬重 那个大哥 孝敬父母 直到有了我闺女以后 夜里基本上是 隔一阵哭一阵 那个声音吧 控制在吵不醒人 但能吵死狗的程度 才一个周的时间 我就看见那只白狗 生生被我闺女 哭成了黑眼圈 现在其实 我最大的担心 就是以后 怎么跟我闺女沟通 我大学是学机械的 我觉得 我们功课男生吧 特别不擅长表达感情 就是我大学时期的社长 当时给他那个女朋友 表白的礼物 是自己花一个星期 用一次性筷子 做的诸葛连读 你们知道什么 是诸葛连读吗 就弄射箭那种玩意儿 而且他不好好表白 躲在暗处 向人家一线 人家那个女生 捂着胳膊 她就走过去 你就说牛叉不牛叉 谢谢大家 我是梦川 我们脱口性行业 是吧 已经脏的不团结了 那我们看到 有两个人站起来 要挑战 我们根据规则 在两个人站起来的时候 由梦川返选 你选择接受谁的挑战 腿爷们 我太佩服你了 我是我 翻出来了 对 我全名呢 其实叫土蹄鼓励热节 一共六个字 然后很多人呢 就其实不太会理解 为什么六个字啊 而且我的名字 用维吾尔语言很奇怪 叫土蹄鼓励热节 我其实你们听着 可能还有点 异语风情在里面 但其实鼓励呢 就是花的意思 对 所以我的名字 翻译过来 大概就是 王翠花 其实大家 叫我土蹄就可以了 很多人就会问我 啊 那为什么不能叫你鼓励呀 因为新疆叫鼓励的太多了 那为什么不能叫你热节呀 因为热节是我爸 就相当于我的姓 你叫我热节呢 就相当于叫李淡叫李 张柏阳叫张 Rock叫 你们听我现在 普通话说的还不错吧 对吧 但我其实是从小学一年级 才开始学的普通话 我当时入学时候的 普通话水平 就和现在一些 说唱歌手的英语水平 差不多 他们会说什么 Hey what's up Scare没了 我当时只会说三个词 就朋友 干啥呢 羊肉串 我就只会说这么多 然后就进班里了 班里是个全普通话的教学氛围 老师说什么 我完全听不懂 比如老师说 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 学一首古诗 大家跟着我一起念啊 呃呃呃 我听到这句话的感受 就和你们听到 接下来这句话的感受 是一样的 就是 我完全不知道老师 想让我做什么 然后我就会听到 全班一起喊 呃呃呃 我就想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 哦 就黑板上有一个字呢 我就要念一下 呃 所以我念用呃啊 就是呃呃呃 我念得特别坚定 但以至于以后的很长时间内 老师都以为我是个结巴 然后老师就把我妈 叫到学校里面跟她谈话 谈话结束之后我也很愧疚 我就问我妈 我说妈 老师刚才是批评我来着 我妈说 我其实也没太听懂 但你知道吗 你们老师好像有点结巴 现在越来越开心 我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叫土提 给你拍灯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我们今天鼓励抢麦的朋友 我觉得土提还是很有勇气的上来抢麦 但是两位老师 两位老师是为什么呢 我这次问问雨琪姐吧 雨琪姐觉得我太漂亮了是吗 我特别喜欢这种有自信的几个孩子 但是你知道我今天没戴眼镜 我到现在没看清楚你长怎么样 有来有回 精彩 然后我觉得你为什么就会想做脱口秀呢 这个话有问题吗 就是我真的建议你 就是你今天多大请问 我25了要 马上 那你乘风破浪可以了 你来讲吧好吗 距离乘风破浪还差几年努力 我觉得你可以去参加这种女团类的选秀之类的 太凶残了 我早就听说张雨琪老师说话比较犀利 刚才提到那个长这个样为什么来做脱口秀的时候 我就想那边台上的女选手们心里应应大概有多大 没有他们有自知之明的 好好好 那就好 因为你肯定能了解他们 土提 我觉得还是有点着急 因为对手太强大 你如果是挑战一个 我就不提名了 挑战一个某些人的话 机会还是很大的 但是很遗憾 最终只获得了一灯 所以挑战失败 好 就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可以跟大家告个别 你看 现在后悔了吧 你们不是听为没用 好 希望大家去看线下演出吧 我一直在线下 好吗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回到出舞台 你知道你已经在哪了吗 您在脸皮hold上 你真行 哎呀 我是来比赛的 又不是来要脸的 对吧 非常好 非常好 我觉得孟川今天开了一个好头 好吗 希望是要我